新冠疫情大流行进入第三年 全球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采取跟病毒共存的模式 但这不代表新冠病毒的威胁就不存在了 美国方面虽然已经摆脱了疫情高峰期好一段日子 但是当地的确诊人数在前天5月2号 是新增了95,854宗病例 这个创下了两个多月以来的新高记录 这也是美国自2月尾爆发Omicron变种病毒 这个疫情以来最高的确诊数字 比起美国两个星期前的确诊人数 是大幅度上升了60% 报道也说美国有11个州数的确诊人数 每14天就以倍数增加 由此可见美国的疫情出现反弹 几乎是无可避免的 另外前白宫抗疫小组的协调人比克斯就警告 美国民众从接种疫苗或者受到感染而得来的免疫力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减弱 而根据去年前年的规律来看 美国南部地区应该要做好准备 应对夏季来临时确诊人数暴增的情况 至于北部地区的这个软逆数字 预计会在冬季飙升 美国节节攀升的确诊数字 再一次敲响新冠疫情的警钟 对此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坦言 虽然美国疫情已经远离大爆发阶段 但是病毒所带来的威胁还没解除 福奇表示 虽然美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经接种新冠疫苗 但口罩还是必要的防疫工具 在病毒完全消失之前 它不排除还会出现新的变种病毒 美国疫情在经历一段平稳下降趋势之后 如今又再亮起了红灯 至于我国方面 新增病例是连续六天下降 昨天更重新回到了三位数 全国只有922人感染新冠肺炎 创下了一年多以来的新低 至于全马的新增病例 最多的州属和直下区是许兰娥 报429宗 紧随在后的是吉隆坡120宗 以及槟城83宗 无论如何 大家在防疫方面还是不要松懈 美国近期的病例反弹 值得大家关注 避免在我国重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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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